观众欢迎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夜露里中,一开始有很多人都觉得王墨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 但是却没想到之后她是突出的女主角 还通过了火灵主的考验,拥有了火系魔法 在这个时候,有很多人都在好奇王墨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王墨能够使用火魔法,这也意味着她的身份肯定不一般 而且这也代表着她的经历力肯定存在着火系 根据接下来的剧情,大家猜测王墨的母亲很有可能是一位仙子 而且也是实力超强的存在 因为只有这样王墨才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火系魔法 有一些人猜测,王墨母亲很有可能是第一仙子 因为实力过于强悍,就连曼多拉都不敢轻易的招折 王墨虽然外表比较普通,但是当她来到仙境之后 也引起了很多仙子的关注 其实她的身份在一开始就有了暗示了 魔法书就给予了预示,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细节呢 消息王墨母亲的身份出现后 肯定会让很多网友感到特别的震惊 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呢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